畫面中可以看到八堵隧道前的一處彎道 有一輛黑色汽車卡在分割道 還狠狠撞上了燈桿 強大的重擊力道導致車頭都凹了進去 零件都裸露在外 往四周一看到處都是散落的零件碎片 現場滿目瘡痢 附近的店家推測 駕駛從隧道出來視線有暗變亮 加上陽光刺眼 一時間可能來不及反應才會失控撞上 當時在一旁等公車的民眾也聽到 碰得好大一聲 還看到男駕駛衝下車 將受困的女子救出來 目測她的傷勢比較嚴重 男子也急忙打電話求救 事發就在九號上午十點多 事後救護車到場將兩人送醫 警方已經到場 財政調查事故原因